小兔说电影,只为精品好电影 哈喽,大家好,我是恩小兔 今天和大家说一个印度电影史上场景最华丽的爱情故事 帝国双臂 故事发生在18世纪的马拉第帝国 该国以现今印度普纳士为核心 如同所有开挂的印度电影 这部影片的男主也是妥妥的帝国宰相的儿子 我们且称呼他为胡子哥 影片一开始,主角的爸爸就去世了 国王很着急要选出一个新宰相 反派大臣主动自荐 国王貌似不是很满意 并问大家有没有其他人选 这时,胡子哥腰间佩戴着明月弯刀帅气登场 反派大臣自然不愿意煮熟的鸭子飞掉 竭力反对这个出出茅庐的小子出认宰相 一翻嘴炮之后,如同所有音频面试 主考官国王让反派大臣出个题给胡子哥 打得好就让他做宰相 大臣尽刁钻之所能 让胡子哥于百步之外射箭将一根孔雀羽毛分成两半 很明显,这不是一道可以用常规做法就能解答的题 但这难不倒我们的胡子哥 只见他大步留心向目标走上两步 拉开强强弓,不为别的,只为耍帅 只一箭就射进了土里 羽毛依旧好端端的插在土地 正当群臣大失所望,胡子哥开启了嘴炮模式 拔开泥土,你就会找到另一半了 果然,箭将土内羽毛割断了 胡子哥当即说出了这道题背后的寓意 泥土代表印度,孔雀羽毛代表扎根于德里的莫沃尔帝国 那只箭就是马拉第帝国 胡子哥展示出自己的战略理想 带兵消灭印度最大的国家,莫沃尔 自然听得马拉帝国往心花怒放 云怒胡子哥成为新宰相 十年里,胡子哥带病四处征战 连战连胜,帮助马拉帝国扩大版图 胡子哥的新宫殿在家乡普纳建立起来 这时候大老婆喀什正式登场 总之就是不管胡子哥做什么都维护胡子哥 维护家庭的美女了 哪怕胡子哥杀了自己发小的丈夫 大老婆也站在胡子哥这边 好吧,一个重色的亲友之人 镜头回到战场 卫队长来到战中 报告有一个来自小国 本德尔坎德的使者要见胡子哥 胡子哥开玩笑 是国王要把女儿嫁给我吗 OK,胡子哥就是想娶人家国王的女儿呀 结果卫队长否定了胡子哥的幻想 说明了使者的来意 是全球胡子哥出兵 解救其被莫沃尔帝国围困的国家 胡子哥自然不愿意出兵救援 也不想见使者 好嘛,你不帮忙 使者自己杀了进来 一群卫兵愣是拦不住 这个蒙面的使者 这里为了表现胡子哥对武功的自信 导演让我们的胡子哥淡定地看沙盘 丝毫不理会旁边的刀光剑影 卫兵们都是吃素长大的 几个人愣是打不过使者 最后靠胡子哥一脚侧踢放倒了使者 刚刚使者在各种腾空闪躲激烈打斗中都不掉的蒙面的头盔 在胡子哥一脚之下就掉了 并露出了飘逸的秀发 胡子哥立马眼睛放光 使者转头,美艳绝伦 这就是女主倪妹没跑了 别说胡子哥 就连把刀架在倪妹身上的几个卫队士兵 都不自觉地被其光芒所震慑 慢慢退下 胡子哥回过神来 赶紧耍帅 让手下礼貌地把倪妹送走 却卖个破绽给倪妹 倪妹用刀架住胡子哥脖子 坚定地说 如果自己不能带旧兵回去 就死在这儿 她的利刃划伤了胡子哥的脖子 胡子哥转身过来 直勾勾地看着这个美女 单手抓住她的贴身围巾 这是要开始凌辱倪妹了吗 不 她扯下了倪妹的围巾 给自己的脖子止血 并问倪妹叫什么 赤果果的撩妹呀 从这里你应该懂了 撩妹和性骚扰的区别 就在于你长得帅不帅 倪妹乖乖地打倒 马斯坦尼 胡子哥说 我喜欢你 的勇气和方式 这不胡扯的吗 换个男时者这样对你 你试试喜欢不 胡子哥当即表示 去救倪妹的国家 而且立马去救 倪妹认为 要五天才能赶到的路程 胡子哥两天就搞定了 马不停蹄的赶路虽然辛苦 也不能阻止胡子哥 偷瞄马上 英姿下爽的倪妹 当赶到倪妹国家的时候 其首都已被摩沃尔大军包围 国王和军队准备死战 王后及后宫嘉丽们 准备自焚 就在这个时候 胡子哥用她的智慧和武功 首任敌军主帅 到这里才知道 原来倪妹是这个小国的公主 要不也配不上胡子哥了不是 战斗尽了尾声 倪妹干掉一个要透析 胡子哥的敌兵 体力不支而倒 胡子哥可是感动坏了 自己骑马送倪妹回城 来到宫殿 胡子哥私闯倪妹的寝宫 他在这里上演了霸道总裁 倪妹也以职场女上司的洗马回净 两人戚风对手 干柴烈火 胡子哥走进倪妹身边 用贴身短刀脆火为倪妹疗伤 倪妹疼痛自然抱紧胡子哥 胡子哥顺势也抱紧倪妹 并把贴身匕首交给倪妹 就算是把命交给她了 倪妹接受短刀 按照当地习俗 这就是下定决心要嫁给胡子哥了 接着来到庆祝Holly街大典 大家期盼已久的 宝来乌电影的标准动作 群舞来了 只见倪妹在喷泉广场上 带领一群舞者 向国王和胡子哥献舞 这里不得不说印度歌词的热辣 当我反抗 你拥抱我 你不肯放盖我 这么下去 十八岁以下要无尽耳朵 舞蹈中 倪妹如陀螺般旋转 裙摆如鲜花般盛开 深夜 倪妹之身一人来找胡子哥 大家想象 深夜 寝宫 孤男寡女 能有什么好事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倪妹狂撩望胡子哥就走 并没有留下来过夜 胡子哥第二天起身回国 倪妹也并不送行 而是直接选择追到胡子哥的家乡 这里交代了倪妹和胡子哥宗教信仰的区别 倪妹是穆斯林 胡子哥是印度教 这将是阻碍他们结合的最大障碍 胡子哥回国后 大老婆带他参观了新房 却发现胡子哥的随身短刀不见了 还嘲笑说 怎么你的小情人不见了 胡子哥这时又想起了远方的倪妹 表情似乎有点失落 倪妹随郑礼一起来到胡子哥家 胡子哥的母亲大人和弟弟欣然接受了回郑礼品 却并不接受倪妹成为自己的儿媳妇 大老婆偷看胡子哥洗澡 被胡子哥反料 大老婆发现了倪妹在胡子哥脖子上留下的刀痕 倪妹是老公在战场上又受了伤 于是心疼地把自己的戒指送给胡子哥 祈祷胡子哥不再受了敌人的刀剑伤害 倪妹被胡子哥的母亲安排和妓女同住 不让她见胡子哥 希望其至难而退 但倪妹并不起内 在欢欣胡子哥凯旋的晚宴上 倪妹扮演成舞者线舞 她身着金色杀菌 在金色的大厅里天天起舞 曼妙的身姿倒影在大厅天蛙的镜子上 不得不佩服导演处理的用心 这时 大老婆已经看出胡子哥与倪妹之间的不同寻常 果然 一曲结束 胡子哥当众示爱 母亲大人再次要求倪妹不要和自己的儿子来往 并威胁她 要把她送去给马拉蒂国王当舞女 倪妹随后在国王的宫殿上拒绝表演 并表明公主身份 要求国王同意胡子哥和自己在一起 国王赞许倪妹为爱的勇气 原谅了她的无力 并安排她在河对岸的宫殿居住 入夜 天降暴雨 胡子哥为了找倪妹需要渡河 可船夫害怕暴雨 出航有危险 胡子哥竟然把大老婆给的戒指当作船资 船夫这才答应出航 暴雨中见到倪妹后 倪妹一段关于爱的深情表白 让胡子哥更加确定内心对倪妹的爱活 女方都有如此大的勇气 不顾世俗宗教和国家的羞辱 那自己还犹豫什么呢 于是两人在狂风大雨里撕顶重生 哪怕这段感情注定要面临 异于常人的挫折 国家南部有敌情 胡子哥仅靠嘴盾就击退了进方的军队 回家之后见到倪妹 母亲大人也派人送信 同意倪妹参加庆祝晚宴 但却是以舞女的身份 而不是家人的身份 这不是邀请 而是侮辱 胡子哥拒绝参加宗教领袖婆罗门出席的庆祝果业 婆罗门领袖恼怒其大不尽的行为 至此 胡子哥与家庭 宗教 结下了梁子 而他的家庭和婆罗门首领 更把倪妹视为一切不祥的罪魁祸首 此时 大老婆和倪妹已同时怀孕 胡子哥陷入了世俗道德与爱情的两难制中 胡子哥希望和大老婆说通 和倪妹的关系后 再见倪妹 胡子哥家人断绝了胡子哥与倪妹之间的书信往来 不允许倪妹来家与胡子哥相会 倪妹只能乔装成家臣妻子 潜入胡子哥家中与其相会 最后的情节凸显了影片的戏剧效果 倪妹居然在胡子哥家大厅中央与胡子哥相会 拥抱 被母亲大人抓个正着 大老婆也通过投影装置的幕布看到这一切 心中怒火中烧 必放火烧了幕布 幕布上胡子哥单手抱着倪妹 在烈火中慢慢地被烧成灰烬 可是此时的大老婆 已然对这个当初口口声声说爱的男人心灰意冷 几个月后 大老婆生下了二儿子 正当一家人庆祝的时候 倪妹的家仆急匆匆跑来通报 倪妹也要生了 但是没有产婆愿意帮这个异教徒接生 胡子哥生性彪悍不求人 自己来助产 倪妹也诞下一子 倪妹给儿子取名印度教名字克里虚纳 这是印度教的大神 她和情侣 罗阿达没有结婚 却因为坚真的爱情 备受崇拜 在大老婆儿子的命名仪式上 倪妹前来祝贺 在众多身着红色礼服的印度教徒中 倪妹身着绿色伊斯兰教的裙子出席 当即就被小叔子一顿数落 当然 倪妹可不服软 她指出 人们把宗教和颜色联系在一起 但颜色是部分宗教的 近些年 印度电影中有很多宣扬宗教包容的情节 如小萝莉的猴生大叔 PK等 都有对宗教禁锢的批判和对人性美好的宣扬 回到电影 婆罗门拒绝为倪妹的儿子举行秘密仪式 且认定她为私生子 胡子哥一气之下 将那个倪妹的孩子改为伊斯兰名字 沙姆歇尔 并决定送给倪妹两处房产 胡子哥弟弟反对 并说 情妇就应该住小屋 他一怒之下 向弟弟身边扔去飞刀 至此兄弟反目 倪妹搬家那天 胡子哥找了自己的家层兄弟 结果没有一个人出来迎接 反倒是大老婆出来迎接 给了胡子哥一个面子 大老婆日日独自哭泣 大儿子看到后 劝妈妈不值得为父亲哭泣 惹得大老婆生气 并伤了儿子 大儿子更恨倪妹了 紧接着 考验大老婆人性的时候到了 婆罗门人企图在祈福夜暗杀倪妹 而大老婆在去祈福大厅的路上 遇上一个婆罗门人通风报信 导演这里并没有交代 大老婆是否告诉胡子哥 关于死杀的事 而是通过蒙太奇的手法 一方面表现倪妹 力敌众多刺客 保护儿子 另一方面 大老婆再来到丈夫身边 祈福这短短几十秒 内心气十足 由于是告诉胡子哥拯救精力 还是借刺客之手除掉对手 正当倪妹寡不敌众 身重疏导 要被刺客斩杀之时 被赶到的胡子哥相救 大老婆随后赶到 而胡子哥扶起倪妹和小儿子 只能感激地望着大老婆 大老婆却转身离去 母亲大人阻止了胡子哥 惩罚暗杀事件主谋 胡子哥痛斥母亲与弟弟 只能接受德尔肯德的贵重物品 却接受不了倪妹成为自己的妻子 胡子哥放弃了家族首领的地位 离开了家庭 自此 胡子哥与家庭 宗教组织的关系彻底决裂 又到节日 已婚女人要为丈夫欺负 大老婆主动给妮妹 送来了节日的礼服 还是自己身上的同款 行动有诚意 嘴上可不能饶了她 一番唇枪舍战之后 两个医生的情敌开始了 斗舞 在古典宫殿的大厅上 女一号女二号 带着百名女卷 开始尬舞 她们的动作如此默契 就如同火影忍者的卡卡西 复制敌人的忍数一般 小伙伴们一定要看这一段 一段喷嚷淋漓的舞蹈之后 两人喜笑掩开 标准的印度套路 没有什么仇恨 不能用一段尬舞解决 如果有 那就带着百十号人一起尬 南部的敌人再次入侵 胡子哥打破与家人的隔阂 决定带兵出征 出征前 大老婆向胡子哥一通抱怨之后 把胡子哥赶出了自己的寝宫 女一和女二不是和好了吗 又闹了这一处 而尼妹这边送胡子哥远征 胡子哥发下誓言 当夕阳与月亮一起出现在天空时 我们就能见面 不再有宗教的枷锁 或者人情事故猜算我们 两人红着眼睛 似乎暗示了凄惨的结局 果不起然 胡子哥这才出发 尼妹就被母亲大人和胡子哥大儿子囚禁起来 胡子哥到达战场 刚布置好阵心 就受到尼妹被囚禁的消息 她怒火中烧 想以死战回应尼妹的爱 只身一人杀向敌军 当然 强健的主角光环 不会让胡子哥死在不知名的配角手上 大军随后感到 这是胡子哥的第四十场胜利 也是最后一场胜利 尼妹受到生命的威胁 而儿子也要被强行带走 但公主毕竟是公主 她与儿子临行前 依旧不忘教育儿子成为最伟大的战士 成为她的父亲那样的人 当尼妹强称着体面 对儿子说出再见 我的眼泪也绷不住了 战斗过后 胡子哥终于殷勤病倒 母亲大人和大老婆赶来军营看她 胡子哥却把大老婆错认为尼妹 大老婆 母亲大人 看到胡子哥奄奄一息 知道只有尼妹才能可以救她 扁命人千里传书 释放尼妹 让其来到军营与胡子哥相见 大儿子却私自烧掉了来信 拒不失望尼妹 没过几天 胡子哥开始出现幻觉 眼前出现了敌军举着黑旗踏水而来 她向湖中央冲去印底 与此同时 尼妹看到夕阳和月亮同时出现 她知道 她的灵魂要去到胡子哥身边了 正如同胡子哥与尼妹临别前所言 天空下起了不合时宜的大雨 没有什么能将我们拆散 一切都将成为我们爱的见证 到那天 我们将不朽 至此 胡子哥和尼妹也没有再见一面 但是他们在另一个没有枷锁的世界中 变得不朽 不管影片中的爱情是否值得普世世界观的肯定 但在爱情里 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 两个相爱的人 即使面对着如同大山一般的阻碍 只要信心足够坚定 定会携手度过困难 当然 现实中还是鼓励大家从一而终 认定了一个人就要专心哦 不然三个人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快乐 作为一部爱情片 故事情节并不新奇 但导演的剪辑以及舞美 绝对不愧为2015年 年度印度奥斯卡最佳影片的称号 另外八卦一下 影片中的男主角 兰威尔辛格和女主角迪比卡 在2018年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好了 这期解说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喜欢人小偷的观众朋友们 不要忘记了点赞关注转发三连哦